今天我會做一個蒜蓉蝦 是用氣炸鍋做的 這些蝦很大隻 一磅是15至20尺寸 這裏10隻即是半磅多些 留一條尾 撕了殼 細乾淨 這裏有些鹽料 有些蒜蓉 紅椒粉 鹽和紅椒粉 還有些硬碎油 我把它放進去 撈均勻 醃一醃 醃大約10分鐘 就可以焗了 還有些煙肉 我把它一開二 因為太長 捲一些醃的蝦 去焗 這樣會比較香厚 我們把煙肉 撈均勻 把魚鋪下放在中間 捲 捲 捲好之後 用牙籤刺住 看到有些魚 捲好刺了 好 這樣呢 就放進去焗爐裡 焗了 先焗一邊 再反轉 焗另一邊 現在焗完了 香脆 焗到它 有些煙肉 你看焗盤有多少 煙肉焗了出來 沒有那麼肥膩 好像炸的一樣 好 擺盤了 吃得健康 因為那些油 都滴出來了 氣炸鍋有一個好處 擺得它靚靚的 嘩 香噴噴 那些蒜蓉 焗完之後 真的不錯 你看它的煙肉 嘩 脆薄薄 你 喝舞 你 你 吃得好 沒 吃得好 吃得好 喝